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财经管理世界超级畅销理财书集 富爸爸系列 富爸爸 如何从股市获得现金流 作者是 罗伯特 清奇 Robert Toru Piosotti 第五章 注之二 技术面分析 在基本面分析中 我们通过查看财务报表中的数字 对财务状况做出判断 而在技术面分析中 我们需要学会解读行情图 并从中领会他们所讲述的故事 基本面分析 让我们了解一个实体的实力 而技术面分析 则让我们了解市场的力量 股票市场的上涨 取决于供需关系 不动产市场的上涨 也是取决于供需关系 任何事物的上涨 都取决于供需关系 作为技术面分析的关键 你将要通过学习 来培养对市场的感觉 你对股票的感觉如何 你对这处房产的感觉如何 你对那个新的高科技玩意儿 感觉如何 如果你喜欢一个东西 那就买下来 技术面分析 就是从供需关系入手 研究人们的想法 股票行情图传达不了太多 关于公司的信息 它既不会告诉你 公司的产品是什么 又不会告诉你 公司的业务是什么 它既不能告诉你 公司盈利与否 又不能告诉你 公司业务正处在增长 还是收缩中 它只会简单地告诉你 公司现在的股价情况 及其历史的走势 而价格只是供需关系的一种反应 股票行情图记录了过去 以及现在人们对公司股价的种种反应 在这个章节里面 你将从以下几个方面 学习技术面分析 如何解读行情图 我们将从一些基本的知识点起步 介绍人们刚接触行情图时 需要了解的一些入门知识 如何对一些案例股票的价格行为 从行情图上进行分析 然后将所学到的知识和技巧 应用在你自己的股票上面 如何通过使用计算机技术 来查找以及识别信号 用来解读行情图 以及进行技术分析的词汇 用在股票分析当中的各种技术工具 用在股票交易中的一些准则 你应该能够回想起来 我们在前面章节学到的一点 我们不能够控制一个主权国家 或者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对技术面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 接下来你会知道 我们能够使用技术分析 来选择现金流策略 并对其进行风险管理 为什么我们需要同时对基本面分析 以及技术面分析 有所了解几年前 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刊登了一篇文章 报道了关于从安然前任 CEO杰夫 斯基林 Jeffrey Skilling 辞职到继任 CEO肯雷 肯雷 肯雷 接手之间的过渡期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一则公司 CEO辞职这类消息 可能引发股价的波动 对于安然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投资者已经在怀疑 公司很可能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下面是 指商业周刊 采访肯雷时 针对当时情形所提出的问题 一些投资者担心 导致他 杰夫 辞职的原因 可能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 也许公司 在财务或者其他方面 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问题 你对此 有什么想说的吗 对于这位新上任的 CEO肯雷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直接的问题 下面是他的回答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导致杰夫的离开 不存在财务方面的问题 也没有贸易方面的问题 更不存在资金方面的问题 我们手上有充足的资金 没有任何未被发现的遗留问题 公司正处在历史上最强劲的发展时期 以及最佳的状态中 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我们已经提交了季报 雷所提到的季报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要求所有上市公司 每个季度都要提交的一种文件 季报中包含了公司的基本面信息 雷继续说道 我们几天前 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了公司季报 如果存在任何严重的问题 人们可以在那里面找到 如果有任何未报告的重大事项 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我们不会做违反法律的事情 事后看来 我们知道公司当时确实违反了法律 但是在当时 一个投资者仅看到安然的基本面 会觉得公司各方面运转得相当不错 他们对股民撒了弥天大谎 但是股价行情图不会撒谎 即便一家公司对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字 它无法隐瞒市场的看法 因为股价总是能够反映一切 为什么同时了解 如何进行基本面分析 以及技术面分析如此重要 只有一个原因 两种方法从不同的角度 向你讲述了同一个故事 一个你需要知道的故事 关键点 技术面分析帮助我们研究市场的力量 市场的走势由供需关系决定 一旦我们得知 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那么 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想要知道 事情会在何时发生 不管消息是好是坏 我们都想要了解详细情况 如果我告诉我儿子 接下来有什么事情 比如去看牙医 他马上就会问 什么时候动身 如果我告诉孩子们 准备计划一次全家出行 目的地是迪士尼度假酒店 那么他们就会想要知道 什么时候动身 十分钟内就出发 还是十天后才出发 对孩子们来说 意义截然不同 你将会注意到 基本面分析给我们带来的 远远不止展示实体的实力 现在 我们学到了更多 关于如何进行 基本面分析方面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它同样能够帮助我们搞清楚 那些花在购买公司股票上的钱 能否换来我们所期望的价值 它帮助我们通过政策来诊断问题 无论是在个人层面 公司层面 还是在国家层面 它帮助我们看到 事务的正反两面 比如 将你的抵押贷款 出现在你的个人财务报表上的情形 与同样一笔贷款 出现在银行财务报表上的情形相比较 通过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 观察你的抵押贷款 这笔交易中的赢家与输家显而易见 在上一章节里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基本面分析 同样给了我们敏锐的洞察力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仔细观察美国政府的基本面 随着美联储推出了更多的量化宽松政策 我们可以想到 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通货膨胀 系统性风险的增加 美元的走弱 以及波动加大 所有这些都很有可能发生 在这些条件下 我们可能考虑为了抵御波动 以及利用通胀而进行一些投资 但是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 以及什么价位出手呢 观察股票形情图 以及使用一些技术面分析策略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出手的时机 不仅仅是股票 对于任何类型的投资都是如此 对行情图进行技术分析 可以让我们了解股价运行的状态 盘整 加速向上 或者动能衰竭 技术面分析 就是通过查看行情图 找出正确的时点 然后决定是进场还是出场 我们将在本章中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让我们从观察导致股价变动的力量开始 引入做市商 如果你曾经看过财经新闻频道 或者在纽约时报广场上 看过一些电子显示屏 那么你很可能见过股票行情 如同世界上所有被标价的事物一样 股价的变动 也是由于供需关系变动所导致 有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进行各类交易 供需的法则主导着一切我们需要购买的东西 从汽油到白砂糖 再到汽车保险 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你大致能够想象得到供需法则 是如何在股市中起作用的 在任何开放的市场里 我们发现 如果卖方多于买方 价格就会下跌 反之 如果买方多于卖方 价格就会上涨 然而 你的股票并不是直接从另一个投资者的手中购买 这不同于你来到临近的水果摊上 给摊贩一点钱 买上几斤桃子 股票交易并不是直接的交易 你是通过中间商 被称为做市商的人 来完成股票的购买 做市商是指 愿意持有特定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 并承担相应风险的公司或者个人 其需要随时准备 从其他卖家手中买下 或者卖给其他买家 该特定公司的股票 为什么做市商很重要 因为他们为市场上的投资者 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 作为一名股票交易者 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决定卖掉手中的股票 我如何能够找到市场上那些 愿意购买这些股票的人 答案就是 因为做市商随时准备在任何时候买卖股票 所以你也得以能够在任何时候买卖股票 做市商的工作就是维持市场流动性 在第二章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谈到 让股票市场别具一格的特点之一 就是它具有很高的流动性 通过点击按钮 就想卖出一处房产或者清空库存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股票交易者每天都是这么干的 有时一天还干上很多次 因此 对于做市商如何保持市场流动性这个问题 我们值得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一下 假设你拥有一百股IBM的股票 如果你想卖掉它们 你如何知道有人愿意购买 对了 市场的一个作用就是 始终存在着处于相对均衡状态的买方和卖方 让我们来看看 做市商是如何维持这种均衡的 现在 让我们假设你想买入某一只股票 你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当然是在完成了基本面分析之后 去查看做市商对该股票的报价 相比过去而言 我们现在能够很容易地获取此类报价 不像数十年前 我们不得不打电话给经纪人 而今 我们能够从个人电脑 甚至是智能手机上 查看实时股票报价 为了购买一只股票 你通过智能手机查看股票的报价 看到做市商当前喊出的价格 是52.17美元每股 这称之为卖出价 就是做市商愿意卖出股票的价格 如果你想卖出同一只股票 那么你可以看到做市商给出的价格是52.15美元每股 这称之为买入价 你注意到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存在一个2美分的差价没有 这个称之为价差 这就是做市商赖以生存的收入 当股票的成交量很小的时候 价差通常会非常的小 就像上面这个例子中一样 但是当股票的成交量很大时 价差一般都会更大一些 做市商总是会买下你的股票 也总是会有股票可以卖给你 他们的目标是成交量 通过对价格做出调整 不管股价如何剧烈波动 他们都能够实现成交量 关键点 做市商针对一个特定的证券 随时做好买入或者卖出的准备 他们为市场上的投资者 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 做市商维持买卖双方的均衡 如果买方数量太多 做市商就会将价格一路抬高 直至到达卖方愿意出手的价位 如果卖方数量太多 每个人都在争相卖出自己手中的股票 那么做市商就会压低价格 直到一些人开始觉得 天哪 这个价格便宜 也许我应该冒险买进 更多地了解技术面分析 可以使你很容易地破译出 价格走势途中所暗藏的玄机 一个大而强的公司 比如宝洁或者沃尔玛 其净利润可能持续增长 股价也随之会上涨 然而 直接推动股价上涨的因素 并不是净利润的提高 而是对该股票需求的增多 从而使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本例中 价格的变动与基本面有着间接的联系 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有很多因素可能导致价格的变动 新闻 谣言 媒体的小道消息 获利了结 空头回补 板块轮动 或者压根就找不到任何显而易见的原因 关键点 股票型情图反映的是供需关系的变化 不一定能够反映基本面 做市商对于股价的高低并不关心 他们只关心如何保持买卖双方的均衡 以便在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维持一个价差 那些打算长期持股的人对此会感到不安 有一点 你要记住 从长期来看 要维持股价的上涨趋势 需要其他人愿意出比你更高的价格去买进 但人们喜欢低价 而非高价 因此 在你投资的大约30年期间 一家公司必须有足够且稳定的增长 来维持一定的市盈率 以便在基本面上对高股价提供支撑 然后 你必须依靠其他的投资者 做出实际的购买行为 以便在技术上将股价推得更高 关键点 财务报表反映了公司的情况 股票型情图反映了投资者的情况 基本面分析技术面分析趋势的类型 通过基本面分析 我们看到如何通过财务报表 来了解公司的情况 现在 我们将要通过观察一段时期内 投资者的行为 以及他们对股价的影响 来了解一只股票的情况 上涨趋势会在股票 供不应求的情形下出现 通过价格的上涨 来说扶持股人卖出 下跌趋势 会在股票供过于求的情形下出现 通过价格的下跌 说服投资者买入股票 有时候 股价既没有上涨 也没有下跌 我们将这种情形称之为震荡或者盘整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 技术面分析对于了解任何市场的供需关系 都很有帮助 我们可以利用行情图去监控任何可以被定价 而且其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的事物 对于投资者来说 查看各种商品的行情图 例如原油 玉米或黄金 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们能够通过查看不动产的价格变化 来判断趋势 也可以研究包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或者纳斯达克指数在内的各种指数的趋势 或者各种不同市场的趋势 一些人认为只有从事股票交易的人才需要去学习技术面分析 从来没有这回事 因为投资者必须要对趋势有所了解 所以不管你投资了何种资产类别 罗伯特都极力倡导你学习技术面分析 全部四种资产类别 公司、不动产、大宗商品以及只资产 都存在所谓的趋势 因此 对于所有类型的投资者来说 技术面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 大宗商品的投资者 可以利用行情图来跟踪包括黄金、原油 以及大豆在内的所有品种的价格走势 企业主可以借此判断他们所在行业的所谓的趋势 而不动产投资者则可以利用行情图来追踪租金、房价、就业趋势及其他数据变化 所有这些针对供需关系变化进行的追踪都有一个共同点 追踪人们愿意付出的价钱 以及在什么价位时人们会说不行并且拒绝接受该价格 而在什么价位时人们又会说没问题并且愿意接受该价格 支撑位与阻力位接下来的例子将让你从更多的方面了解技术面分析 让我们来看看一家名叫艾可美ATME的虚构上市公司 你可以看到一旦艾可美的股价触及底部虚线 价格就会上涨 投资者对该价位说没问题 他们认为在此价位上股票具备良好的投资价值 他们在此价位上的购买行为客观上对该价格形成了支撑 事实上做市商开始将价格抬高 使我们了解到在此价位上 想要买入的投资者比想要卖出的多 底部虚线代表了支撑线 在此价位上人们愿意购买股票 人们继续对持续上涨的价格说没问题 直到价格触及一个人们不再能够接受的价位 在此价位上人们改变主意并对该价格说不行并且拒绝接受 在这个时点上在顶部虚线阻力线那里 没有足够的投资者愿意进场 因此做市商调低了价格 投资者不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了 股价因此下跌 支撑位和阻力位代表投资者态度发生转变的地方 因此投资者对这些点位非常感兴趣 通过对行情图上面的这些点位进行观察 我们能够看到投资者会在什么时候 以及什么价位上转变态度 在上面的示意图中 我们能够看到价格上上下下的反复波动 注意 在这个例子中 当价格掉头向下时 并没有回到前次支撑位的水准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股票形情图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投资者对价格形成了一个新的观点 因此 当我们查看股票行情图时 可以看到随着情况逐渐发生改变 新的支撑位和阻力位渐次出现 在上面的示意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有更高价格水准的新支撑位 这是投资者觉得艾可美的股价很便宜 因此再次出手买入所造成的 这种在更高价格水准上买入的行为 形成了一个新的支撑位 随着买方力量持续超过卖方 价格会形成一波上涨 直到触及下一个阻力位 如果在某些价位上 买方对更高的价位失去了兴趣 他们会再次开始卖出 注意在上面的例子中 随着每一波上涨 支撑位和阻力位都逐渐上移 通过股价的震荡上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期间 一个关于典型上涨趋势故事的主线情节 虽然存在上百个技术指标 但是对我来说 查看支撑位与阻力位 是技术面分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且你练习的越多 你的分析水平就越高 最终也会发现 自己能够下意识地 在任何你所研究的行情图中 识别出支撑位和阻力位 波段高点与波段低点 另外一种查看图表的方法 是将它看作一系列山顶和山谷的轮廓 在山顶我们得到一个数字 在那里价格触及了阻力位 我们称之为波段高点 在山谷那里 价格触及支撑位 我们称之为波段低点 说一只股票 处在上涨趋势中 看起来很容易 但是职业股票投资人的目光非常挑剔 他们对于上涨趋势的定义 非常具体 一只股票要被认为 处于上涨趋势中 波峰和波股必须不断抬高 因此 上涨趋势就是由一系列向上的波段高点 与向下的波段低点所组成 每一个波段高点都要高于前次高点 而每一个波段低点也要高于前次低点 波段新高与波段新低都要较前次上移 关键点 上涨趋势行情图显示出波段新高与波段新低都较前次上移 通过上涨趋势 我们发现投资者喜欢爱可美的股票 他们愿意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买入这只股票 技术派投资者喜欢尽早识别出发生在波段高点那里的突破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够从一段持续上涨的趋势中获利 对于价格首次冲击新高失败的情形 投资者也会格外留意 假如股价没能创出波段新高 至少就当时而言意味着上涨趋势终结 实际上 如果市场出现阻力 股价没能创出新高 这是下跌趋势可能出现的第一个迹象 假如 股价再创波段新高失败以后 然而下跌形成一个更低的波段低点 那么 股票现在就处在一个下跌趋势中 在一个持续的下跌趋势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一系列逐渐下移的波段高点和波段低点 如同上涨趋势一样 技术派投资者对于及早识别出下跌趋势非常感兴趣 这可以让他们尽快获利了结 或者从下跌趋势中获利 关键点 下跌趋势行情图显示一系列逐渐下移的波段高点和波段低点 最后 我们也可能遇到一个震荡市场 在这种事况下 股票非常不活跃 波风和波谷各自处在同一价格水准上 股价始终在一个区间内震荡 关键点 震荡趋势行情图显示 波段高点和波段低点始终在一个范围以内浮动 跟随趋势 对于技术面分析来说 将趋势分析应用到各种不同的市场里面 是一种很常见的手法 我们可以查看标普500或者纳斯达克行情图 然后问自己 现在投资者是在买进股票 还是在卖出呢 趋势反映了当下市况 而我们想要跟随趋势 在投资者查看个股之前 他们首先识别整体市场的趋势 在了解了市场的整体走势以后 他们接下来能够找到和整体市场走势 相一致的个股的投资机会 你不能改变基本面或者技术面 也不能控制趋势 更不能推动股价上涨 股价超出了你的掌控 但是对于自己的策略 比如在市场上采取何种立场 你拥有完全的控制能力 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立场 是做多还是做空 这些术语将会在现金流一章里详细解释 但是简单来说 做空就是让你在下跌趋势中拥有 与在上涨趋势中 做多同样多的获利机会 关键点 投资者想和趋势保持一致 趋势是你的朋友 因为我们想要与趋势保持一致 那么当趋势发生改变时 我们也同样需要意识到这种改变 当改变发生时 技术面分析能够发出识别信号 然而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坏毛病 总是认为他们可以根据行情图的形态 来完美地预测未来 他们会说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可是没有人可以完美地预测未来 投资者应从可能性的角度看待 和使用技术面分析 通过对行情图进行解读 你需要利用获得的信息 来帮助自己形成一个强烈的观点 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什么 但是解读行情图不同于算命 一个在庙会上遇到的算命先生 会告诉你很快你就会遇到桃花孕 解读行情图 更像是在预报天气 即明天下雨的概率是多少 天气预报 不是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言 而是根据某些指标计算得出 接下来的天气情况 可能会如何变化 然后将这种可能性通知我们 趋势的延续 让我们再次回到艾可美公司上面来 根据它的行情图 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出 趋势可能发生转折的地方 在上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艾可美从阻力位完成回撤之后 触及了一个更高的支撑位 在此价格水准上 投资者觉得该股具有不错的投资价值 他们不等股价回探至前次低点 就出手买入 现在他们觉得艾可美很便宜 所以持续买入 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支撑位 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上一波上涨中 当价格触及某个点位时 投资者说不行 并且拒绝继续买入 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 目前这一波新的上涨 投资者是否愿意 在前期阻力位水准上方继续买入 还是再次回到观望之中 在这个时点上 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好的决策 我们甚至都不清楚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记住 上涨趋势意味着波段高点的上移 以及波段低点的上移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需要等待市场通过走势来告诉我们其他投资者的想法 投资者的买卖行为很快就能够通过行情图反映出来 我们也就能够了解到行情的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投资者推动爱可美的价格穿越了阻力位 我们同样看到 这只股票符合上涨趋势的条件 突破前高 创出波段新高 不管新的阻力位在哪里 我们现在都有了一个更高的波段高点 同样也有了一个更高的波段低点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现在投资者正在更高的价位上买入 而且会将股价推向更高的水准 如果跟随趋势 我们将明确立场 从这波持续上涨的趋势中获利 只要趋势延续 我们就能够收获更多的利润 当然 趋势可能随时终结 好消息是 利用技术面分析 当趋势发生变化时 我们通常能够看到警示迹象 重要的是 我们要密切关注行情的发展 等待适当的时机立场 或者改变我们的立场 核实不行是真的不行 好吧 说了一大堆复杂的金融知识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金融世界和现实世界确实很相像 我们人生的哲学和商业世界的一样 只是在商业世界里的规模更大一些 在我的人生里 也许你能够猜得到 三月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月 有趣的对阵敬猜 以及各种令人兴奋激动的事情 占据了整个月份 从我记事起 就一直是这样 虽然《疯狂三月》在过去意味着跑动 跳跃以及燃烧卡路里 但是现在 它却意味着沙发 电视 以及本和杰瑞排冰机灵 这三件套 对我来说 已经不仅仅是习惯了 而是神圣的传统 我试图减掉几磅体重 已经有一阵子了 我也得到了妻子的帮助 我知道 如果想要看到自己的体重下降 就得改变自己的疯狂三月政策 决策 但是当他建议我借掉 本和杰瑞排冰机灵时 我在想 你干脆杀掉我算了 不过 在经历了数月都毫无进展的减肥之后 我答应了他 我的新政策是听从我妻子的建议 在真正领教到妻子的态度有多坚定之前 就已经做出了承诺 我表示愿意尝试 因此 我和妻儿围坐在家庭影院前 一起观看篮球比赛 对我来说 一切都很好 除了没有本和杰瑞排冰机灵 我决定看看他是否为了这个特殊的场合 破例一次 只是违反一次 让我能吃到冰机灵 然而他说道 不行 但是销售的第一条规则 就是 绝不接受不行这种回答 而我喜爱销售 因此 我给自己找了一套说辞 我说道 哦 亲爱的 不要这样吗 同时 我试图用楚楚可怜的眼神打动他 出乎我的意料 他说道 没问题 他说 我在坚持自己的饮食计划方面做得不错 而且 他也理解我对疯狂三月的热爱 所以 每年只准有一次 因此 他对我网开一面 然而我太长时间 没有碰过任何冰机灵了 因此 不到20分钟 就已经狼吞虎咽的消灭掉了一整盒 比赛只进行到了一半 比分也相当接近 而我的冰机灵 却已经没有了 因此 我想要再吃一些 他说道 不行 我摇尾起连地说道 拜托 啊 这次 阎兰篮球之神也在微笑 我的妻子再次说道 没问题 但是 我再次在中场上声响起以前 就解决掉了那些冰机灵 时间所剩无几 比分仍然胶着 比赛进入到了加时阶段 我却再一次地 手上没有冰机灵吃 我决定再试一下我的运气 这次 我妻子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行 绝对不行 请你适可而止 如果我将妻子的回答 做成一张行情图 你能够看出一种趋势 他第一次说道 不行时 我尝试了一次 通过了 他第二次说道 不行 我又积极尝试 再次通过了 但是 当我第三次提出要求时 触及到了它的底线 因此我遭遇到了非常强大的阻力 我知道是时候 不要再继续问下去了 人们对于高价的反应 也常常是这样 现在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 我就是那个说 不行的人 设想一下 已经过了正常的睡觉时间 可是我的孩子们 却一点行动的意思 也没有 面对自己的孩子时 我是一个很心软的人 但是我知道他们明天早上 有一场练习比赛 因此 他们晚上需要 好好地休息一下 当孩子们向我恳求 再多玩一个钟头时 我和蔼地告诉他们 不行 然后向他们解释 为什么他们需要休息 不过 孩子们一个个 都是出了名的优秀销售员 而且有时候 他们就像是听不懂 不行这句话的意思一样 在我第一次说不行以后 孩子们继续尝试 而且 这一次他们向我保证 他们明早会早早地起来 脸上带着微笑 而且做好出发的准备 但是 我加重语气 再次说不行 我仍然是微笑着说这句话的 因为我想让孩子们知道 我爱他们 但是我通过语调 向他们清楚地传达了我的意思 你们是不会让我改变主意的 让我们通过查看一张行情图 来了解孩子们的提议 是如何不止一次地被否决了 当孩子们两次 在同一个水准上遭遇到了阻力 这让他们知道 我是认真的 而且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太可能会做出让步 对于市场和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来说 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此 通过技术分析 对于行情图上 只出现过一次的阻力位 可能没法做出过多的解读 但是 如果我们看到阻力位 在同一价位上不止一次的出现 这意味着 就目前情形而言 在投资者愿意进场的价位上 市场遇到了一个极限 双顶警报 两次不行远比一次更加有效 投资者在同一阻力价位前 再次退缩意味着什么 他们在同一价位上 已经连续两次止步不前 显然 他们不愿意为了这只股票 出更高的价钱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市场在该价位上 看不到任何价值的存在 这被称之为双顶形态 双顶形态告诉我们 当阻力位第一次被触及时 投资者对这个价位小声地说 不行 当价格在回撤后反弹 重新接近阻力位时 这次投资者加重语气说 N-O 说明他们是认真的 他们对在这个价位上 购买股票不感兴趣 当然 也有可能当价格再次触及 这一阻力位时 投资者改变了他们的主意 但是 我们是利用自己的智慧 针对目前所掌握的信息 去判断一种情形出现的 可能性有多大 而就我们所知 短时间内 股价不太可能 创出一个波段新高 关键点 行情图不能预知未来 他们仅仅给出了可能性 但是仅仅依靠双顶形态 能不能得出趋势将会改变的结论 不能 仅仅因为买家在特定价位上说 不行 并不意味着趋势将会掉头向下 再说一遍 得出结论为时尚早 但是这种形态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而且我们知道 接下来趋势改变的可能性比较大 基于此 双顶形态被看作是一种警示 如同火警响起 并不意味着火灾必然发生 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的警觉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可以通过查看 在行情图上所发生的事情 对投资者的态度有更好的了解 支撑经常转变成阻力 因为股票行情图是投资者行为的反应 观察双顶形态出现后 投资者的反应非常的有趣 由于天性使然 我们全都喜欢更低的价格 从心理角度看 如果价格跌得更低 我们就会认为 有一笔好的交易在等着我们 股市上也是同样的情形 在艾可美这一案例的行情图中 我们能够想象 投资者会对他们自己说 哇 仅仅几天以前 价格还在更高的位置 现在的价格 看起来真的很便宜 随着价格跌落到 前次支撑位下方 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形 出现在投资者面前 通常 他们会看到一个 极好的买入机会 进而开始在这个看上去很低的价位上 购买艾可美的股票 这种购买行为 当然会再次推升股价 当价格再次来到前次支撑位时 我们将这个点位 称之为一个小小的吻 问题是 这究竟是哪种类型的吻 它可能是一次吻跌 反弹就此结束 曾经的支撑位 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阻力位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价格还要再跌上一阵子 在上面的例子中 我们能够看到 一个完整的吻别形态 这里举例说明了 前次支撑位是如何转变 承担前阻力位的 投资者不愿意在此价位上方买入 并对此说 NO 支撑位变成了一个新的阻力位 这种现象帮助我们认识到 趋势发生了真正的转变 现在 艾可美的股价 正遭遇一个真正的下行压力 投资者在阻力位那里拒绝进场 理所当然 价格会随之下跌 接下来就是更低的波段低点 以及一个更低的波段高点 现在 我们决定改变我们的立场 准备从下跌趋势中获利 我再次强调 行情图不能用于预知未来 双顶形态并不能保证股价一定会持续下跌 它只能说明一点 投资者说了一次NO 接下来 他们又说了一次NO 双顶形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警报 有时可能是一个假警报 但是起码它提醒你 应该更加密切关注形势 假设你看到股票正处在一种上涨趋势中 你也开始考虑进场买入 希望从价格的上涨中获得资本利得 此时如果出现一个双顶形态 你应该观望一下 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假警报 作为一个警报 它可以帮助你重新考虑趋势真正的发展方向 在这一点上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 对于学习技术面分析来说 双顶这类技术形态 仅仅只能用来提醒你前方可能有危险 不管是一本讨论技术分析的书 还是一本只讨论技术分析某一个方面的书 确定讨论范围都是写作难点之一 你目前是否掌握双顶形态或者稳别形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掌握技术面分析的总体思路 这样你就能够通过查看行情图来更好地了解其他投资者的心思 你能够想象得到 作为一名投资者 如果对隐藏在市场背后 能够左右行情的那些事物有更深入的了解 你将获得难以想象的巨大优势 不论你是不动产投资者 还是大宗商品投资者 亦或是企业主或股票投资者 这都是你值得拥有的技能 在前面的章节中 通过对世界上主要经济体进行的一次简要的基本面分析 并结合其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 我们看到世界经济步履为奸 我们对行情图的解读能力 可以帮助我们洞悉所有这些因素 是如何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 更多的技术形态现在 我们了解了诸如双顶 支撑位以及阻力位这几个技术分析方面的概念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更多的概念 以便帮助我们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 我的目的是带你快速浏览一下这些技术形态 有经验的投资者利用这些技术形态 在市场上获得了利润以及稳定的现金流 你向自己的词汇表以及个人知识库中添加这些技术形态和工具以后 就能够在投资中快速地识别它们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知识为进一步的财商教育打下了基础 帮助你向具备投资实践能力的方向前进 头肩顶在上面的示意图中 你可以看到 这个形态看上去像一个人的头和肩 头在中间 肩在两边 这是一种常见的技术形态 它提醒我们一个即将到来的下跌趋势 下面的例子是美元的一个头肩顶形态 这张行情图展示了美元对一揽子其他货币汇率挂钩的交易所交易基金的走势情况 通过对此形态的观察 我们能够看到市场在形态的底部对价格形成了支撑 然后在左肩的顶部遇到阻力 接下来在头部的顶部以及右肩的顶部分别预阻 然后 当投资者对价格再一次测试右肩上方价位说 NO以后 价格击穿了支撑位 随之而来的是沉重的抛盘 随着行情图的继续 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仔细观察 以便理解他要告诉我们的故事 记住下面的规则 上涨趋势一波比一波高 下跌趋势一波比一波低 头肩顶形态提醒我们 行情很有可能转入下跌趋势中 如果通过行情图 我们看到了波段新低 则我们的猜想得到证实 双底如同双顶能够给我们一个上涨趋势 可能很快就会转折的早期只是那样 双底能够提醒我们下跌趋势可能终结 如同双顶看起来像一个大写字母M 双底看起来像一个大写的W 所以这种形态很容易辨识 你对双底做出的反应和遇到双顶时截然相反 这个形态显示 价格两次从支撑位反弹 在这个时点上 许多职业投资者都在等待形态被证实 价格突破阻力位 一旦下跌趋势反转得到证实 他们就会在阻力位上方进场买入 头肩底这个形态是头肩顶颠倒过来的样子 它提醒我们下跌趋势可能反转 头肩底通常是一个牛市行情形态 当阻力位被突破时 投资者就可以下单买入股票 上升三角形 上升三角形既不是一个上涨趋势 也不是一个震荡趋势 它的波段高点并没有上移 但是波段低点却抬高了 投资者接二连三地说 N欧 但是每次这么做之后 他们又在更高的水准上说 没问题 这种形态的美妙之处 就在于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顶部阻力位保持稳定 支撑位却被越推越高 这就是为什么支撑趋势线不是水平的 我们应该能够勾画出一条斜率向上的直线 这代表股价正在遭遇的情形好比一个压力锅 我们正等着压力从锅顶喷射出来 但这是不确定的 任何价格的走势都是不确定的 但是如果我在阻力位上方下了一个买入止损单 那么当价格没有突破 而是又回到底部时 我没有任何损失 而一旦价格突破阻力位 其充足的上冲动能就会使我获利颇丰 当我们谈到现金流的时候 我会进一步谈到如何下单购买股票 举例来说 我可以在阻力位上方高出一点点的位置下一个买入止损单 如果他们说 NO 价格就会下跌并且向下突破 那么订单不会被执行 我也就没有进场 如果他们说 没问题 价格一飞冲天 机会就被我带到了 平 我喜欢这个主意 当人们一直说 不行 然而最终说没问题时 我适时加入其中 抓住这样的机会 乐趣多多 黄金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乐趣的 上升三角形形态的例子 你可以在上方的行情图的最左边 看到有一个上升三角形形态 行情图显示了一个 与黄金交易价格的十分之一挂钩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当今价在1000美元每盎司的时候 基金的价格就是100美元 在1000美元每盎司的价位上 买家持续说 NO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当阻力位最终被突破以后 投资者开始在更高的位置上说 没问题 之后阻力位快速抬升 平 你可以学到更多还有许多其他的技术形态和指标 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形情图上所发生的一切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技术面分析中用到蜡烛图形态 甚至特殊的技术指标 当然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将技术面分析 介绍给具有初学者水平的投资者 对这些形态和指标进行全面的探讨 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如果你想对这些指标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请访问www.stockmarketcashflow.com 以获取更多资料 我们在本章涉及了许多方面 我们学习了一些新的概念及方法 以便理解市场上股价变动背后的原因 记住 我们不能够控制市场运行的方向 但是我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 对其进行监控 观察并发现一些提醒我们 注意市场里那些可能发生变化的形态 为什么学习基本面以及技术面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为我们的投资收集信息的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知道了收集和分析这些信息的途径和方法 我们做好了通过它们来赚钱的准备 而且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学习如何从市场里产生现金流 本章小节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五章的一些重点 1.技术面分析帮助我们得到关于市场力量的信息 价格的变动取决于供需关系的变化 股票行情图仅仅只是记录历史 投资者可以通过它 看到一段时间内股价在交易中的各种变化 任何能够被标价的事物 都可以通过行情图给投资者提供此类信息 不动产、货币、股票、大宗商品 比如黄金和原油及其他 2.做市商随时做好买进和卖出特定证券的准备 做市商随时做好买进和卖出股票的准备 客观上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 做市商不关心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 它们简单地通过供需关系的变化 撮合买卖双方 3.股票行情图反映了供需关系变化的情况 它不一定和基本面分析有关联 因为供需关系变化涉及投机行为和情绪变化 投资者可能会买入那些没有良好记录的股票 买入这种股票时 它们会憧憬股票在未来会变得更有价值 然而 它们同样可能会出于压力 而在市场的一片恐慌之中 卖掉一些具有优秀基本面的股票 4.基本面分析通过财务报表 讲述一家公司的故事 而技术面分析通过股票行情图讲述故事 给投资者听 投资者能够利用基本面分析及技术面分析 对于自己采取何种立场 做出更有依据的决策 5.在上涨趋势中 行情图显示行情一波高过一波 职业投资者利用趋势来判断 对于一只股票应该采取何种开仓方向 6.在下跌趋势中 行情图显示行情一波低过一波 如果股票正处在下跌趋势中 投资者通常会建立一个空头仓位 这意味着投资者将会从股价下跌中获利 如果股价趋势改变 投资者可以执行一种退出策略 7.在震荡趋势中 行情图显示行情始终在一个区间内震荡 8.投资者想和趋势保持一致 有一句老话叫趋势是你的朋友 许多职业投资者首先分析整个市场的趋势 然后再寻找与市场趋势保持一致的个股 9.行情图不能预知未来 它只是指出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什么 专业的技术分析师就像天气预报员 他们很少使用绝对这一字眼 更多的是讲述各种可能性 第五章 注之二 技术面分析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六章 注之三 现金流策略